吃绿茶吗 吃绿茶吗 吃绿茶 吃绿茶 吃心情一根要水 吃心情一根要水 来 那个比姨给我 给我 我这算你脚好了 我可以给你喝 可以喝了 那这个是什么 来 回来 回来 那边的同学回来 起来哟 起来哟 好 那个定狗你先把笔放下来 你可以等一下再写啊 每个人先听我讲话 好 然后那个玉涵你一半五天交给我 好 这件事情 我先给各位误息一下 这算误息吧 你们一年两年前听过讲这个 听不懂 我们在讲消话的时候讲过 讲不记得 因为你刚刚不是在讲话 我两年前拿这两瓶子 给你们看过了吗 没有 看过了啦 我没有那两个瓶子 只有有一个 哪一个 这一个 没有这个 真的没有吗 好完了 那就把这补中一下 很难道讲这个的时候 Unternehmen 消化非常好 没有讲消化 我们讲消化之后 身體會分泌一些消化液去分解脂肪 分解脂肪之後呢 你的油 上面後面是油 下面這個藍色是水 你的油跟水在一起之後 它就只有一介面 這個介面呢 它接觸面積很小 我們都知道 你化學反應 你不會化學反應嗎 你要加入化學反應要怎麼樣 有個方式是什麼 加入這個 要我們要增加化學反應要做 你要做什麼事情 三個方法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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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卷 加什麼 加卷 就是 第一個 我們 接觸面積 接觸面積 第一個接觸面積 接觸面積 你可以把它做出來一點細細的 像這個呢 你永遠接觸面積就只有一層 你不管怎麼搖 搖晃了很大力之後 它好像接觸面積變多了 那個油被切得細細的 你明明有沒有在屁 有 油被變膩了 它被切細細的 可是你看 放在下的時間 它放下的時間 你看馬上這個細細就不見了 它融在一起了 對不對 它又變成只有簡單的兩分 這樣你沒辦法幫助你消化 對 身體其實在消化跟加入反應有一樣的關係 第二個 第二個加入反應什麼 你也可以 它交... 很快 交不住 不是 我們說 化學反應三個...三個...三個方式 讓你的化學反應速度變快 加熱 加熱 加熱對不對 加熱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身體 血...為什麼...為什麼吃完飯不要去跑步 因為吃完飯的時候呢 你的血液會集中到你胃裡面去 它其中的胃裡面去除了是幫助... 外下水 除了幫助你消化之外 除了它還有一個就是它可以幫助吸收 另外一個就是它讓你溫度保持熱度在這裡 所以如果有...你用...等一下 所以如果你用熱像 你去拍一個人 他吃完飯的時候 身體哪個地方比較熱 肚子 肚子比較熱 因為血都集中到你 好 溫度變高是誰可以幫助消化 對 那你應該有需要換個去跑...跑... 消化師跟衛教學 不是衛教學的問題喔 去跑步的時候 最重要的問題是 你的血液會上來去 對 我要降... 全身嘛 血液會跑到你的四肢嘛 因為在運動的部位 所以那胃就消化不好 就不容易消化 重點在這裡 跟衛教學其實關係不大 那會不會這樣 如果...如果是... 常常不見 那請問跑馬拉松的時候 你會不會喝水 對啊 我說... 那... 跑馬拉松跑到長他 喝了一杯水 一瓶水六百七七的 很重 這樣子嗎 不是齁 那重點是在胃消化 重點是在... 那是想像出來的重點是在... 你不好消化 好 現在運動完了之後 你的血液集中到你的胃 運動完之後 血液集中來四肢 你胃裡面的血液變少 血液變少就不容易消化嘛 OK 好 接下來 萃花劑 萃花劑 萃花劑在我們腎裡面消化劑 萃花劑什麼 萃花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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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萃花劑不是喔 萃花劑不是喔 萃花劑在可膩白眼裡面來講 萃花劑是... 讓它被... 萃花劑 那會怎麼樣 萃花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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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 還在 還會還原回來啦 消水劑一樣喔 他參與反應 反應完就消水劑了 OK 好 這是什麼 不知道 這其實也是有的 清潔劑 它裡面叫你清潔劑 要用它用這樣 對 清潔劑呢很簡單 清潔劑你們聽過沒有 有 清潔劑它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不是精子嗎 這邊呢 是清油雞 這邊是清水雞 雖然呢 假設呢 我現在有一坨油 這在衣服上也說油 我接下來呢 這個清潔劑呢 會每個就這樣買進去了 你看 因為它清油雞會跟油在一起嘛 會跟油在一起 然後水沖過去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油給拔走了 懂嗎 好壞喔 它就可以把油給帶走 那你想喔 假設我這邊都是 我這邊有油跟水 那我清潔劑進去的時候呢 它被拔起來那一剎那 你看這分離了 我這邊真的馬上就直接接進去 分離了就接進去 接進去接進去 當然這一坨油會怎麼樣 這坨油會變這樣子喔 變那個球 然後周圍都是 然後周圍都是 因為所有東西它整個球狀 它比較穩定 它就這樣反正是方形 它變成球狀喔 它被 它被 整個被掀起來之後呢 它到水圓劑慢慢就會抽成一個球 就這樣子 抽成一個球 就是抽成一個球之後呢 簡單來講 中間是油對不對 是不是油 旁邊是什麼 就像這樣子 這叫做乳化劑 當我如果只有油跟水的時候呢 只有油跟水的時候 它就會分離 可是我如果在裡面加上清潔劑之後呢 這些油 就會被包起來了 包起來就散不掉了喔 它油裡都是被包起來的 所以它增加了很多堅固面積 所以在身體裡面 這個清潔劑 那是底下就是沒有用完的油嗎 那是水啊 那是水 我在裝的時候 我沒有等量 所以水比較多 油比較少 清潔劑已經把所有的油都包起來了 在身體裡面呢 誰是清潔劑 蛤 清潔劑 不是酵素喔 不是衛傳 那是清潔劑 清潔劑 呃 呃 呃 對 一 一 我沒有 不是 什麼 史萊姆是什麼東西 白衣柱 不是啦 血 口腿 不是你們都學過了 那是馬 你給我 那是膽子啊 什麼 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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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膽給膽起來 膽起來的好處像這樣 變成一顆一顆的 變成一顆掉 它容易跟酵素反應 因為酵素的мет 시� 확越多了 懂嗎 它這個是戒面紋癌脂 對 戒面紋癌脂 對 在你身體來講的話 那是軟瓶脂 就是軟瓶脂 所以有時候你的 SOÙ 消化不良 有時候你吐充軟瓶脂 也會幫助你消化 因為軟瓶脂蓶 whether 炒 spent 成 stool 主要一個元素 Horn 所以有時候吃東西它增加一點軟靈體就是目的 好 這是我們複習一下生物 其實這跟化學有的三關 就是生物小小的複習 好 所以你不要想說學的東西幹什麼 那有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幹什麼 但是學的時候你慢慢發現說 科技在研究這個東西 他並不知道這跟生理有什麼關係 可是慢慢才發現說原理生理的構造 跟我們自然界的所觀察到 化學現象的物理現在都會相關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讓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看 看一看 行 要看這個事情要回來這個 其實我再講一遍 讓你們覺得學的時候會不會壓力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壓力 我再講一遍其實這東西的目的是什麼 我希望你們解釋一下 我跟你們學的都一樣 好 那有人說 唉唷 你會把我留級壓力很大 我再問一次好了 假設你沒有把博山學完 你覺得學博山之音嗎 沒有啊 你博都沒有學完 有啊 學不一樣的東西就這樣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之後有意 可是如果說我的博山需要博的基礎呢 那怎麼學 我博山沒有學完 我今天跳博山我就學會了嗎 你覺得這樣這麼簡單嗎 我如果連成熟都不會 我現在跟你這樣開跟浪你會學 你會不會 我跟你講開跟浪你必須都會嗎 我如果連成熟都不會 我跟你講二言一字方式怎麼解決出來 這解不出來 基本上 那只是說我們 我覺得在自然科技上有這個限制 就是說你 國異學得好 國異跟國異上關係不大 因為國異是生物嘛 跟國異關係不大 但國異國異看錯了 就是說 除非很必要 大概去做反修 那如果說 因為國異的東西 比較欠差 需要一點點數學 那雖然用國異上 需要一點點數學 你學到目前為止 不用數學 一點點 所以 它比較有關於法律的數學 它跟生物關係不大 但是我從學生的過程中 我通常是學乙態度 如果有人上課就是 或是上課連課本都不看 預期都不預期 所以都不教 這樣的學乙態度 讓你生國有沒有利益 有沒有利益 蛤 那等一下再給你知道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上課的態度是 睡覺 這樣你看書 不看書 寫作為不寫 發呆 請問我這樣子 我瞞著眼睛讓你 升國耳 升高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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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是什麼 這樣意義 就拿畢業證書 對不對 就拿畢業證書 那就簡單來講 就是清水學電 然後把清水調教給你 清水學電就好 對 要繳的錢 繳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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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8萬多 在乘上之後 就學習 多少 96萬 加上零頭 超過100萬 對不對 每個在六號六年 交100多萬 就拿上平平 可以考大學 耶 那我們去清水學電 關注嗎 四分十二 四分十二 六分十二 六分十二 所以我覺得我 某種程度要對你們學習的態度 要有一點的負責 我必須很誠實告訴大家說 你這學習沒有認真 所以你被擋修了 這是我的態度 那每個老師說話不一樣 但是我自然說我先去擋修 OK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學習的時候 你記得說 我有沒有認真學習 OK 好 所以你在寫這個學習這樣說 第一個就是 先看看我會不會 如果大家都不會 那回來是我自己要檢討 我是在這部分的觀念講不清楚 那我要怎麼去加強我的教育 我要怎麼把我的教育做好 好 那你會不會留幾期 要問的是你自己 我會證明之後 我的對話是你 我想要問看你自己 你覺得該不該升級 該該該 如果你覺得該升級 那OK 我如果覺得你不該升級 我會拿出我的證明 回覆去問你 那你可以反駁我覺得 我覺得我準備得很好 就應該升級了 你沒有反駁我啊 如果你反駁的道理 OK 就升級了 你就沒有問題啊 是不是 可是如果說 我說 我先提出來證明 你都覺得說我假的道理 那請問你該不該升級 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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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不知道幹嘛 出手試試 對 那不是我們教訓的目的 我不覺得這是我們教訓的目的 好不好 這樣 同意嗎 同意 好 各位 這個我講得完 Dingko你要先拿一寫的 我寫完了 你剛才怎麼能寫 韓國 韓國什麼都能寫 我都能寫後面都寫文件的 文件的嗎 好 等一下再寫就好 我們上課 好 講一下上課我們做試驗的 哪天說看你做些的感覺 很不準 很不準 OK 只要把自己講 那一個感覺就把自己講 很不準 還有誰 我好準312 什麼 我不準312 什麼 很不準312 這個同樣就不用在講 我們在看位置不是一樣嗎 不同的論調在啟手發言 不同的論調就不用再加一加一 不也只要一次啊 不用再加一用 來 還有沒有別的 測量比較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弄得很 很準 我不知道怎麼講 欸不斷了啦 那我把我皮弄不斷 就已經講到很不準了嘛 那你要怎麼樣呢 沒有其他的 沒有其他的 好 大部分的問題就是 情歌在很不準 有沒有說實驗不好做的 哪有實驗不好做 哪裡實驗不好做的 有意思嗎 可以 有沒有覺得實驗很 很爛 很爛 這什麼意思很爛 很爛 很爛 時間的過程不長嗎 還好 還好 這個過程還蠻簡單的對不對 不是 對 哪裡很難 因為想要弄得很準所以很難 喔 想要弄得很準所以很難 對不對 然後會這個 那個掉下去的時候 會有人觸手 觸手好奇怪 觸手很奇怪齁 來我們看看 觸手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既然都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我們來猜到原因有什麼 走開原因有什麼 有很多那個啊 什麼 來一個一個說吧 來 有很多那個 無法控制的因子 無法控制的因子 比如說 我很難控制的因子 對不起 沒關係 難以控制的因子 比如說 丟下去的那個 位置不一樣 丟下去的那個力道 OK 丟下去的力道 你說丟下去什麼時候丟下去 就是 你丟那個 到袋子裡的時候 這有差喔 差多的 馬馬丟下去的時候 對 你們用鋼豬吧 鋼豬丟下去的時候的力道 對不對 連線有可能卡在桌子 什麼 連線有可能卡在桌子 連線有可能卡在桌子 沒有差 因為你不然好像 你不然都一樣 因為你要去固定啊 遠線有可能卡在桌子 有可能卡在桌子 所以你去固定 可以拿桌子 對 然後 碟下也植 你還去固定 這麼多 周時的那個地方 沒辦法 你還去固定 有可能卡在桌子 這種線 位置不一樣 好 位置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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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位置不一樣 還有呢 還有沒有? 牙蜇嗎? 牙蜇嗎? 牙蜇還是羞羽? 牙蜇 牙蜇是小搭蛋 牠不在這裡 牙蜇跟牙蜇跟這什麼關係? 原因是哪裡控制? 有這麼多東西哪裡控制? 原因好別的 測不足足的原因 每個態度 什麼態度? 作詞的態度 很好 作詞的態度怎麼去影響它的 等一下我不想做這個詞 就隨便都寫 好 作詞的態度 那每個法法都有 一共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不要太多 所以你們覺得那些作詞的態度 當然都會不好嗎? 隨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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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做我們問題嗎? 哦哦哦哦 重現的態度 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當然沒有錯 在很多地方 如果你作詞的態度是不好 隨便做的話 都會影響到你自己的確定 但是在隨便沒有發生 好 你說 就是它每個法法都應該會有一些誤差 每個法法都有一些誤差 你看 你蹭 等一下怎麼會有問題 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這次做的都是難的 就是 你如果 就是 這一次沒有做的 比較 呃 呃 就是 放過15個法馬 放15個法馬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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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因為我要 輕輕重現 輕輕重現 然後再放一個 那有可能 你前 你前一個 放那個 那個法馬 的 的 的 就是 呃 就變得 到 到 第一 如果 第16個法馬 特別重 OK 它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放了15個法馬 開回教 所以放第16個法馬 就掉下去了 那我想再試一下第15個法馬 就把再一個法馬拿起來 結果你放進去是重 拿起來是輕的 結果你覺得得到的結果是 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 它那個意思 這樣有這種意思嗎 但是我沒有用秤都一樣 你也懂意思嗎 所以就是 你沒有觀察 其它們之間的過程 它沒有像你一樣 只是看個數 它不是看法馬的誤差 它們有 直接這樣蹭過 它們有蹭過 所以已經 已經秉持了這個誤差 懂意思嗎 這個 剛剛掉下去了 怎麼拿到身上去 它整包拿去秤啊 它整包拿去秤 好 它不是 不是只看個數 OK 如果只看個數的話 大眾的說法是對的 但是事實上 它們測試的方法 已經知道這個會有誤差 所以人家已經消除掉這個誤差了 它們用方法消除掉這個誤差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簡單來講 如果你在實驗過程當中 沒有仔細觀察 他們就怎麼做 OK 所以這很重要 它有態度很重要 我們基本上每次在做的時候 你要隨時去了解大家做什麼 大家做什麼 那大家要去觀察 就算你不是執行者 因為我們在練的時候 一定要分工嘛 你是負責 安哥的臉的那個人 你是負責 這個放在打麻的人 寄下去 然後 安哥是負責這樣啊 安哥是負責打你頭的那個人 好 那每個分工完了之後呢 然後 你不能說 我只負責這個分工 所以你只負責記錄 欸什麼 欸什麼 都負責寫 你根本不管他們在幹嘛 這樣不行 所以每個人是其他 欸 大宗你剛剛這樣放不對吧 雖然我不是負責記錄 可是我看大宗放的時候 這個手勢 或動作 或是哪裡有怪 我覺得它是你差 你的表情 一定委屈 我的表情 好 所以 我們在做的時候 是每個人都要參與進去 隨時要去觀察 不要去移動它 好 好 它有沒有別的問題 它有沒有別的問題 影影 來上課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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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事了 我問 下課跟我講 為什麼下課跟我講 不想講 好 錯了 沒有錯 沒有錯不錯都是你講 這只是沒有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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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課還有狀況是怎麼樣 就像你們昨天在討論學姓紀律 我不會寫 就趕上舉手說 老師我知道這是什麼寫 你不要趕直說說 我都沒有寫被寫寫 我都沒有寫寫 但是現在比如說 大宗覺得說 欸 你們把這卡碼拿出來上隊嗎 趁著上那不對啊 你當天要有懷疑 當天要懷疑嗎 跟金狗講不寫 你這樣做不對喔 所以他們馬上調整的 不是 他們馬上調整的太多 秤重那樣子 對不對 好 對嘛 你跟他們講 OK OK 所以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 好不好 是啊 我也 我也 所以整個 每個過程都不想 實驗的過程 好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有沒有別的問題 沒有 其實你還有一個問題啊 有沒有忘記了 居宇還有一個問題 沒有 其實有問題 居宇有做到 但是居宇現在忘記了 而且居宇那時候覺得非常困擾 但是困擾到後面常來不做了 居宇你記不記得 有問題 來 有問題 居宇 好 沒關係 來 居宇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為什麼差一點點 居宇說 他不做了 這時間他做不下去了 他停在這邊 停得非常久 然後 你怎麼控告 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這好像就是每一次 是嗎 對 這已經有可能沒有聲音 對啊 對啊 來 你如果很清楚要講 因為聲音比較大聲 你已經講過他了 居宇這時候沒有講到很清楚 所以 我以為你很清楚你在講什麼 可是 其實那個東西就是 那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 你講這些東西還是沒有結果 我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清楚 警覺有力 有可能是因為 只有兩個人 謝謝 謝謝 不是 來 居宇 然後 然後 就是 把他耳朵 把他耳朵 會有點差 然後把他耳朵 會 引擎 把他耳朵 拉走 OK 所有話耳朵怎麼說 他耳朵 好 你腳部比較輕的東西 來 俊宇想起來沒有 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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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來沒有 想過 你在那邊卡很久 不然你說 俊宇不想做了 我說 不要太早放棄 好 然後我說怎麼樣 俊宇 我就怎麼樣 俊宇 俊宇 欸 我又在聽我講話嗎 俊宇 沒有阿 你這樣玩阿 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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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螺絲母放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 螺絲母沒有拉到 假設你那時候 特別說 為什麼沒有拉到嗎 螺絲母沒有拉到嗎 螺絲母沒有拉到嗎 再換個螺絲母 再放上去 還是沒有動 討厭 再放第三個螺絲母上面 還是沒有動 再放第四個螺絲母上去 還是沒有動 這個螺絲母 這個螺絲母 掛的都不動 再放第五個 再換第六個 再換第七個 一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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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就死掉了 請問你這實驗要不要做 這實驗要不要做 這實驗光卡在第一個 螺絲母就有問題了 你就說第一個 螺絲母是哪裡有問題 為什麼螺絲母放進去 它常會不會動 就卡住了 那這怎麼辦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放第二個 放兩個花馬 放第三個 放第四個 觀察一下 對不對 我們在做第一個的時候 為什麼很容易變化 為什麼它放一刻 跑掉了 放兩個 有時候就跑 放三個 就跑掉了 放很多個 它會有不同的變化 為什麼 因為它很輕啊 我們不講嗎 卡住 這個卡住的力量是阻力的條件 對不對 你這個上面很輕的時候 它是很容易 因為外界 你這次放上去那一瞬間 再放大了一點 卡很緊 再放小一點 卡不緊 放的位置 剛好某個東西附出來 卡住了 變化太多了 所以當你的動量是很輕的時候 它會受環境的影響很大 再想清楚 我這句話 比對你未來 你們再測量你東西很重要 當你東西很輕的時候 它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 環境影響很大 當你這個很輕的時候 環境影響非常大 懂什麼意思嗎 因為如果講說我意志不堅 這時候我同意跟你說 哎呀 你要怎麼樣 然後那個同意說 啊 不行啦 這樣 對齁 然後結論是 我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什麼時候不能這樣 我是很重 我的意志不堅 然後呢 當你很堅定的時候 我就要做這個 爸爸媽媽講也沒有用 老師說也沒有用 我就是有個方向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好你的事情 對不對 對 類似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就是當你這個實驗 這個重量很輕的時候 你也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 所以這時候你會 我們這次側也不對 但是這次側也不對 這次側也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簡單放進去 先跳過 我們加重重 因為這樣我們的關鍵 我們這實驗的關鍵 就是重量對不對 我們就先把重量加大顆 就往後觀察它的趨勢 我們要觀察它的趨勢 我們要觀察一個趨勢 懂你意思嗎 懂你意思嗎 好這趨勢 我們要觀察它的趨勢 所以就直接改變你的重量 來按個鈴鐺 看你有沒有舉手 對 好ok 所以呢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他思考的是 我們的重量 重量 重量 那另外一個東西是 大家可以在抓那個實驗的 抓實驗的 性質的時候 第一個我講給大家 揍下去就是地上 這兩指頭我觀察到 我看到了 兩指頭我觀察到 有些人裝好東西 手一邊開 那個整個最後帶子 伸直彎曲的時候 一放開 那個整個帶子往下掉 往下掉的時候 它有衝擊力 衝擊力自己帶著 側度跑掉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看到你慢慢的改成 就是 仔細放上 剛剛好的手要慢慢的放開 然後你觀察它會動 可是呢 你有想過 就算是 我手是慢慢的放開 你放在那裡沙 會不會不小心勾到它 對啊 它會碰一下 對啊 多少都會嘛 這都是環境的影響 這又是環境的影響 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都是用手在做實驗 所以這誤差很大 你到越精密的地方去做實驗 你會發現 做很多東西 包括你襯頭鳥 都是用機械 它要襯 它那個東西是 搭 搭 它趁機結束 等於慢慢的低了 它可能是用 吸氣守備 慢慢的放開了 那個過程當中 它就要減少環境的影響 同意是嗎 所以這次實驗 可能會誤差 都在環境的變化 沒辦法控制它 哪裡控制它 好了 棉線有時候會卡住 對吧 OK 同樣的道理啊 棉線 雖然機械棉線 看起來就是棉線 看它棉線每個點都一樣嗎 都不一樣 就跟你手上開 我是 這些手指頭都是我的 可是每個手指頭 全部都不一樣 從那條棉線拉開 棉線的點 你算切開成兩條棉線 這兩條棉線 長的就是不一樣 懂你怎麼 所以這時候它在滑動的時候 它跟這個地方 它的阻力就不會一樣 就不一樣 所以 有時候我們在通車的話 最後的話 就是基於你講說 你再放的最好 你的車子要放同的點上 要放同的點上 你的棉線要放在同的點上 你們很簡單放在它 但是如果很減少 還是有別的物差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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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差 什麼 還是有別的物差在哪裡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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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 要放幾個例 幾個例 幾個例 是 空氣 空氣 空氣怎麼樣 因為物差 空氣和物差 你要說空氣什麼物差 空氣什麼影響你的實驗 空氣什麼影響 空氣什麼影響 你跟它做 搭在一起 我放耐沙浪 我放耐沙浪 我可能會先這樣推過去 我推的時候會不會是先把一些東西掛掉 有沒有可能 但是那些東西都太細微 很觀察一下 可是它隱藏到最後的結果 知道這個Sket 你某種小明星說 它是蝴蝶消息 其中一個 蝴蝶 記不記得蝴蝶消息 你聽過 我記得 我沒有 蝴蝶消息沒聽過 沒有 簡單講蝴蝶消息就是這樣 我們做了颱風 颱風的行程 除了熱上升氣流之外 它一定是空氣要擾動 空氣要擾動 那空氣擾動之後 它也是會加成 就會影響 所以蝴蝶消息簡單講說 在美國 西岸 加州的地方 有一隻蝴蝶在過去拍一下 就拍一下那一下呢 剛好呢 它這個蝴蝶導致旁邊的空氣 產生一個正循環 結果這個蝴蝶慢慢傳遞到 亞洲地區的東海岸之後呢 就到什麼台中 蛤 就這樣子 這就是蝴蝶消息 我知道 沒有啦 這只是一個舉例啦 其實 其實 應該是蝴蝶消息 這些細微的影響 如果你們有看過 阿倫在介紹一本書 叫做生命中一個承受的 聽過沒有 沒有 聽過的啦 那本書也是一樣 他說我們改變 他說 他的人生經歷過一些很衝突的事情 或是很... 就像被他整個人生影響大的事情 那他仔細在我們前推想 其實都是因為 微不足道的狀況 產生的影響 比如說 他剛剛走到這個接口 讓他對面有一個女生 讓我來看看他 那個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時候呢 可能就剛好 旁邊一台車經過 見起來一陣水荒 他身體的衣服弄髒 這時候他進去同行 進去他過去幫他一下 他就這樣子 產生後面很多的事情發生 可是簡單來講 想像他走路的時候 他沒有回頭 他沒有那個回頭 這事情就不怕那個嘛 對不對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簡單來講 在生命中所不能承受那本青 生命中所不能承受那本青 那本青 當然 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在講說命令的話 可以說實際上 明明中都有命定 都有命數 當下他會回頭也是因為 被決定 這也是我們說法嘛 但是 這個作者在寫這本書 他說 其實他覺得 都是仔細走 偶然的 偶然的機運 造成了後面很多的結果 在往科學上來講到 就是這個蜘蜜 也不曉得說他拍了一下 他很努力 對 他很努力 他很努力又拍了一下 他也沒有想到說 他也沒有想到這樣拍了一下 導致這個空間中的擾動 會變成一個加成效果 導致另外一邊產生的感動 他並不知道 懂得懂得懂嗎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很多細微的影響 是我們掌握不到的 是我們掌握不到的 所以安妮産就說一句話 安妮産說 上帝不完傘 為什麼上帝不完傘 因為傘子會比較多 降臨大字的人 上帝不完傘子的結果 上帝不完傘子的結果 上帝已經知道結果了 沒有辦法說 直傘子現在上啊 右邊的傘子直下去 這就會出現一 直下去選擇資訊三 選擇資訊三 六 我有問題 出老天 真的 這麼厲害 這就是出老天 除了出老天之外 除了出老天之外 除了自己不及 我不要說別人 你自己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沒有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 因為實力 哪 什麼樣的實力 就是 有 有 有 因為 我說 就是 實力 基本上 就是 不一樣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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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簡單來說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下去那三個小小小的地道 你沒有辦法做到每一次很好的控制 對不對 控制是不是很稀有 沒有辦法 就讓我每次動作都是一樣 我最先把六把一擺在上面 然後進去滾下去 結果都一樣嗎 一樣 結果都一樣嗎 夜 夜是什麼意思 我先做一次 那你再做一次啊 再做一次啊 夜 那你再做兩次啊 夜 對不對 你很難做到每次 你很難做到每次都一樣 好 那為什麼上帝不玩骰子 因為上帝沒有樂趣啊 他丟骰子那裡剎那 他一直要做的結果 他一直要撕給他的力道 他一直要做細微的影響 所以他已經知道 最後的結果是中間都會來 他都知道 所以既然他都知道 所以既然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的情況下 玩骰子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可以 一點都不好玩 可以丟耶 所以 我們在這個時間當中 你可以觀察到 觀察到第一個事情 是我們知道的 在科學時間當中 很多時候 測不準 但是不要再測不準 就放棄 測不準 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沒有放棄了 有 差點放棄了 那沒有放棄了 對 後來 經過某位老師鼓勵之下 就沒有放棄了 沒有 好 沒關係 就是喔 你在看到這個問題上 看到各種可能性 那你要知道 所有的問題的發展 都是一些細微聯想的結果 好 這細微的影響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再看回去 我們 這個 中國 古片有說的 這個 不以惡小而為之 不以 不以 不以善小而不為 不以惡小而為 不以惡小而為 善 不是善小啦 善小 好善喔 所以不要覺得說這件事情 為不俗道是錯的 也不要說 偶爾辦一次對面有關係 因為去做了 又辦各位動作 OK 所以說這是 不要忽略這小 不要忽略這細微的影響 細微的影響 也就是非常嚴重的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看這個實驗 雖然說其實這樣子 我再講一遍 其實只有一次的實驗 其實這實驗的數據 很不準確 但是這個實驗我們參考價值 這實驗我們參考價值 有 所有的事情都是這個價值 everything comes 每次我們都要在目 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來 調整結果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 我看到車子比較重 幾乎車子都比較輕 車子都比較輕 車子本來就很輕 哪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只有 七個裡面只有一個比較輕 只有七個裡面只有一個比較輕 我說車子都比拖動的輕 OK 車子都比這個重量輕 就是說你的車子的 這邊看到的數字 只有這個 異常 這個 車子很重的時候 但是它的結果很小 這我們 這你們的 這你們的 所以假設 假設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做完了之後 你在檢查這個數據的時候 如果是我 我就會想把這個數據重做一遍 等一下我們可以做得了兩遍 懂的意思嗎 就是說 你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要實驗完之後 要去分析自己的結果 有些結果要稍微再重新做一次實驗 也許當下 測量的人沒有仔細 也許當下 看的人沒有仔細 也許當下 我們在蹭動的時候 可能旁邊卡住了 蹭流 懂意思嗎 各種可能性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了 這個 可能有誤差 這誤差怎麼誤差 因為它跟別人不一樣 是不是 這有意義啦 接下來你看到什麼 看它怎麼 在行 看它怎麼 606 606怎麼樣 看它這樣 看它怎麼 看它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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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重的差距就會越大 越重的差距就會越大 越重的差距越大 你就是個差距嗎 對啊 這差距差多少 2500 2500 2400 20 2500 2500 2900 30 30 你是不是也拿 一三十 三十 戶差越多 稍微越重戶差越大 三卷三十一 也沒有 我看不出這個關係 看不出這個關係 真的耶 我看不出這個關係 認識到我們在做主 我們只要觀察 因為做主會幫助我們去理解它 但是做主要有標準的主 我現在正在做我也沒辦法做出的標準 我們先試一下 夾身已經擺回單位 好 七十七 大概在 這裡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變成一百的單位 好 最長多少 一百一 這裡 好 接下來呢 多少 兩百六九 多少 兩百三十八 好 接下來多少 六百六十六 一二三四五六 六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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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 六百七 六百七 好 接下來呢 好 接下來呢 一二三四五六 七 八 八 二三四五六 七八 九十 一 二 十三 三 三 好 上面多少 七百八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百八十 七百九十八 二月 好 很好 看了這四個叉叉 我們把四個叉叉連牆 首先呢 這四個叉叉沒有第一 這四個連線沒有第一 我不能說 那這樣子我知道了 在這邊呢 就會有這個結果 有沒有這個結果 沒有喔 看不出結果 但從這四個叉叉 我們看出什麼 最後一個好數 還有一個什麼 對 我們看那個趨勢嘛 看那個趨勢有沒有 看這個趨勢 都會高廣 通常來講呢 如果說在數據上 未來你們交到高中會叫做 會叫做 我們會上這樣的趨勢 這趨勢就叫回回曲線 你會知道這個趨勢 讓它這邊誤差最小 讓它點個點點 就是我這個線路我畫出來之後呢 我把這個結果再進去得到一個值 我把他點在那個值 這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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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這條線上的差異性是 總和最小的 不能講得到意思嗎 對 所以要回歸曲線 最後呢 我們把這個曲線 可以當成我們真正的實驗的結果 去做後面的推算 推算什麼 假設 我現在放這麼重的東西 我就給它這麼大的鼓勵 懂一種 就會用這個曲線來做判斷 但是 基本上我們這個實驗可以看出來 它只能放在一個趨勢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得到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的視覺點才不會 這樣子 我們來看這個 嗯 好累喔 好累 這麼好累 我們來看這個齁 70是80 我們要放在這邊齁 70跟80 好 接下來呢 189跟280 是這邊吧 是喔 下面是測試重量 我還要 欸 不對啦 那邊是縮縮的 這邊是縮縮的 喔 最後一個很錯 剛剛都還可以 這個 這個詞畫錯了 對 這個詞畫錯了 是最後一個 對 這個詞畫錯了 我只有這個詞畫錯了 對 這個詞應該在上面 所以你上去 這樣畫不上去 這條線比較漂亮多耶 8 9 10 11個畫不上 那這樣對 這條線學運調量很多啊 對對對 它給你一點 像上去齁 像上 像上揚針齁 OK 好 所以這支車子 這是作動的 這個點畫錯了齁 這個點畫錯了齁 所以變得好像是一個 變得有點像二字曲線 WEEE 好 那你像二字曲線 OK 所以它有點像上揚針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驗 189 這樣多少 280 接下來 315 315 360 360 左右 好 那這個線呢 反而是 好 就好像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實驗 才可以叫向後延伸 因為我們從三個點上 我們比較難推說 它的線是這樣子 還是線是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 如果說從這三個數據 我們就要來推 它的回歸曲線 後面的曲子 是偏 這樣子 還是偏 這樣子 但是定偶他們這支做實驗 比較看得出來是偏 這樣子 有沒有 它有個趨勢出來 OK 所以你在做這個實驗之後 你可以知道說 我做完這些 我還缺多少的實驗要做 好 理論上次我可以做 那我這樣看起來 我應該正中間還在做這個實驗 或者是 我中間現在還做 這中間還在做個 又要做個400的實驗 懂我意思嗎 我正中間做個 500的實驗 做個700的實驗 然後正中間做個400的實驗 然後這個東西 是數據不夠 我還要往下來多多兩個數據 要做三個數據 懂我意思嗎 所以從實驗呢 就是要觀察 到底趨勢是什麼 我缺什麼 我實驗的哪裡有誤差 我哪裡要重做 懂我意思嗎 OK 好 欸 垃圾不要擋 好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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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